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最近这几天忙不忙 居然是忙着办公 我还以为女朋友是在忙着准备给我过生日 没想到我还是输给了工作 我就说嘛 你怎么会忘了我 那你今年做了什么准备吗 因为我也很期待啊 虽然只要是你为我准备的 我都会喜欢 但这是我们成为恋人后的第一个生日 会特别一点吧 我都会想到我还是输给了工作 我都会想到我还是输给了工作 我都会想到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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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听上去像是我们以前写的命题作文 哦 我的意思是听上去一定会很难忘 这个生日一定会很精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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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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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之前我们去买材料是为了这里 好漂亮 我从来没想过 它还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这种粗活下次不要自己去做了 交给我 怎么突然关灯了 以前我们也是这样 看着天花板 假想着那里有个奇幻王国 好看 而且很浪漫 真没想到它是这个用处 还是在这里 我开始担心在你生日的时候该怎么办了 我答应你 会更浪漫的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